赵丽颖怀了冯少峰孩子。她大晒惊人掀腰破谣言平坦小富受到不要不要的。 赵丽颖怀了冯少峰孩子。她大晒惊人掀腰破谣言平坦小富受到不要不要的。 第二,大陆人戏女星赵丽颖街巨街不停,坊间疯传她拍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后怀上了冯少峰的孩子,一休息,身体受伤为由停工,却被说是停工安胎,更被调侃是娱乐圈的失踪人口。 这个悠长假期令不少人起疑,加上不时被传和男星冯少峰过从甚密,多次被捕捉到和冯少峰一起,加上又被中国第一狗仔之称的卓维表示应该确有其事,因受限于不足三个月不可言说的惯例而没有公开,令到消息言之凿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16 一起来为新马来西亚而跑!赶快报名享受早鸟优惠吧! 8月15日,赵丽颖工作室在微博上传一组照片,并配文称,青春不散尽,岁月不蹉跎,由你们更有力量,这是属于萤火虫的甜蜜夏日。 照片中的她身穿粉色连体裤,头戴星星发卡,看起来甜美动人。 这也是她在怀孕风波后首次现身。 中文字幕组合作者 萤火虫。 中文字幕组合作者 李宗盛 《桀协谷》中文字幕组合作者 李宗盛 事实上,赵丽颖使台戏果泪又受伤,休息只是为了走更长的路,今次她用实力证明真相,身穿粉红色脸身裤脚踩高跟鞋,四肢鲜瘦而且小腹十分平坦,一点韵味都没有,完全将怀孕一世不攻自破。 不少网友见到之后一看就已经明白,相信说她怀孕的消息只是造谣而已。 神隐一个嫉妒的她终于现身粉丝见面会,自然被关注身材体派。 但左看右看,穿上粉色贴身连体裤的赵丽颖和停工前一样苗条,腹部连一丝坠肉都没有,有粉丝心疼高喊,多吃点。 受得不得了,那里有怀孕迹象,还封她为妖精。参考来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